澳洲斥重资重振旅游业 海外接种疫苗证书能被认可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Kassie 这一周维州政府撒钱的消息 迅速蔓延了墨尔本人的朋友圈 相信大家这几天也都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 墨尔本动物园拒绝接种中国疫苗的旅客入内 这几天 墨尔本野生动物园的负责人Michael Johnson表示 截至目前 他们的确拒绝了7名在阿联酋及中国接种过疫苗的旅客入内 这些人都是有着海外疫苗证书 但是却没有绑定到Service Victoria App上 澳大利亚药监局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TGA 虽然已经承认了中国国药疫苗 中国科兴疫苗 印度的Kovicin疫苗和印度的Kovishid疫苗 澳洲的边境可以进入 但是却被很多商家禁止 其实根据维州政府的规定 进入各大营业场所时 民众必须通过Service Victoria App 或者说是数字钱包中的疫苗接种证明 也就是被我们称为绿卡 或者是接种疫苗证明的打印件来证明自己的接种状态 若海外接种证明不能绑定 海外疫苗接种者入境后也是寸步难行 那么由此可见 修改相关政策和设施 让海外接种了TGA已经认可的疫苗的旅客 更方便获得疫苗证明的事情 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旅游业近日也表示 真的想要重振旅游业 那么应尽可能的简化程序 联邦政府表示也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现阶段 是不是接种了中国国药疫苗和中国科兴疫苗的旅客 就不能进行堂食和旅游了呢 目前在海外接种疫苗的人 需先在接种国的国际疫苗接种机构拿到翻译证 然后再要联系澳洲GP代为上传数据到澳洲的体系中 经过审核后即可 那么我们一般的国际疫苗接种证书上 要求有接种日期疫苗名称 包括生产厂家和编号二维码 当然还有被接种人的个人信息 那么中国出事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上 它是有二维码的 但是却没有显示我们的疫苗批号 所以需要进行绑定和注册的朋友 要持有以下两个文件 你们的GP才可以帮忙协助 第一个是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第二个是接种机构的接种证明 包括疫苗批号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澳洲GP是不能做认证的 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也不能做认证 GP只可以协助您经国家网络系统 上传您的疫苗接种记录 进入系统AIR链接到MyGo 并可以出示一份证明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